从角角资料到进入接种站 所有人排排坐模拟打疫苗实况 花博镇驿馆14号化身大型接种站 北市第一个可不能漏气 花博的大型注射站 虽然有停车场 但是我算一算 那停车位也不多 所以原则上可以的话还是做捷运来 2000平空间预计每小时可打1800人 一天14000人 但首日报名只有8118人 可见部分民众还在观望 而北市13号虽然只新增9例确诊 但淮南市场两户竟陆续爆出12人染疫 两家人酿成三代间的传播链 广义型家户感染 北市如临大敌 不过柯文哲前一天点名同志团体 也是头痛问题 哀轰歧视事隔一天 或许是怕又踩地雷 回答过程 科市长绝口不提同志二字 而713全台为解封 北市大龙洞保安宫能不能开 一度杠上市府闹出不小风波 中央在7月8号公布了这个图卡里面有一个就是暂停宗教集会活动 如进乡团 绕境 普渡 最后有一个宗教场所战部开放 内政部又发了一个新闻稿 也含送各地方的公文说 宗教场所允许有条件开放 所以他有一些条件 那也发了公文 那我们民政单位也收到 那很多的公庙也收到 陈欣是中央指令不一致 造成误会 亦有争议 北市立刻反击 但谈疫情扯出同志团体 科市长有没有失言 始终没给一个交代 环宇新闻 李维修老平君 特别报道 请您继续锁定环宇新闻网 以及YouTube环宇新闻频道 并且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接收更多全球新闻报道